请你先介绍一下 台湾民主实验室的情况 这个民主实验室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它是什么样一个背景 它有什么样的目前的规模运作状况 还有主要的研究成果 台湾民主实验室是非营利组织 我们2019年成立到现在 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 当时最早开始要成立的时候 其实的契机就是在2018年年底的选举 我们看到有非常多假讯息 或者是这种认知作战 或者是有规模的网军的操作 在介入台湾的大大小小的选举跟政治 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说 台湾其实应该要有更多的人 能够投入这样的研究的领域 然后来帮忙辨识哪些是中国 哪些是我们自己民主社会里面 本来就有的不同的意见 那怎么样做这个区分 那另外一方面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感觉到这个国际上面 其实还不是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力 跟他中共的这些认知作战也好 或是他的这种统战 在全世界散布的这些大外宣 不是那么理解 所以当时我们也有 因为这样的种种的原因 就想说那我们来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 所以我们不但做很多这种 跟认知作战有关的研究 那也做很多这种国际交流 来帮助就是各个地方的公民社会 或者是各国的政府 去了解说中共在这些 影响力作战上面的一些手段 那沈柏洋是我们当时的理事长 直到他被民进党称招成为立委 那所以这四年之间 大概也是他来就是带领我们的团队 很多的同仁 做很多这样的研究 所以今天这本书 其实就是把我们过去这五年 综合的这个研究成果 就是做一个整理 希望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社会大众理解 我们在做的事情 以及理解这个议题 这本书我当然仔细读了一遍 它确实很容易读 因为它都是问答题 然后一般中学生也能看得懂 然后长辈们也能看得懂 每一题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看 这样的话是非常易读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直接来谈这书里面 提到的一些内容好了 先讲一个基本的概念 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那我们先要回答 什么是认知作战 常见的认知作战的方式有哪些 那这个认知作战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统战的策略一环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 我们就说这个书名叫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就是针对这个 他可能有的侵略的行动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政治的目的 他用这种影响这个民主国家 或是民主社会的选民的想法 那这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种作战的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也感觉到说 其实很多人会把这个政党之间 就是台湾这个国家里面 政党之间的这些攻防 就是也称之为认知作战 那我们觉得不完全是正确了 那对我们来说 这也是我们想要出版这本书的一个 其中一个契机 就是我们来谈说 既然叫做作战 那这个作战是国与国之间的 这种作战的手段 那他这个作战 他的手法大概是哪些 那我觉得常见的大概就是 包含就是去试着分化 不同社会上本来就有存在分歧 不同意见的人 那我们看到在 尤其是在美国 或是像台湾这种 比较polarized的这种地区 那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案例 就是说他会在某一群人里面 不断的散布 就是说另外一群人很坏 那在另外一群人里面 他也散布同样的道理 所以他不是只有帮着某一群人 他并不特别 站边哪一群人 他是希望两边打起来 对 他希望两边打起来 比方说在美国 2018的案例 就是俄罗斯的网军 在推特上面 他会在左派的社群里面 不断的散布说 你看这些白人警察 就是打黑人 这些非常的可恶 那就是要把对手 形塑成他们是敌人 是坏人 那让这个社会进而分化跟分裂 所以如果说在台湾的案例来说 如果大家觉得政治立场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他很坏 或者是觉得怎么有这样的那个 那有可能是认知作战在背后的操作 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社会 没有办法就是取得共识 没有办法团结 那尤其是当我们像是在国防外交这种 需要整个国家高度共识 才有办法往前的这种政策 那如果这个社会之间是没有办法对话的话 那就郑重我们敌方的这个下怀 是 事板先生 我们以前曾经有说过 这个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现在变成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台湾是不是很好骗 我觉得也有好骗的地方 也有比较不好骗的地方 但是说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是欺骗 一个就是说挑动内部对立 我觉得 但是在台湾像这个民主实验室 我也过去采访过 我又写过很多文章 但是如果说我在 我写的文章在日本发表的话 日本的民众基本上能够 基本上的民众能够接受我的这种想法 因为日本民众80%90% 是对中国有强烈的警惕感 中国也通过各种方法 在对日本进行渗透 但是在台湾 我只要一提认知作战四个字 大家马上反映是 就是有一群人会反映 你们是民进党的侧义 所以只要一提认知策战的话 马上就在政治上给你分话 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当然说 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任何 要帮助民进党选举 或者支持民进党的意思 但是认知作战确实是一个台湾非常非常深刻 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在台湾很多人是不能提的 而且很多人一听到这四个字 这条件反映 就是说他也许在别的理由不喜欢民进党 但是一提认知作战 那你们是民进党的侧义 这个我们就拒绝听 他们拒绝听这些 在台湾这样这种人 我至少我认为有三成 或者是有时候甚至会更多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其实某种意见也是他的认知作战的成功 就是说他对你的威胁 他然后骗到你认为不是威胁 而是有一部分人操纵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他也算是蛮成功的 但是说我觉得对有些认知的人 说中国怎么好 中国怎么生活怎么好 这些东西我想大部分台湾人 还是头脑比较清楚的 他们知道那地方是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的地方 所以对这方面是认识的还是蛮清楚的 你这个基本概念就是 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实际上是一种军事作战的一部分 他就是无时无刻不在 而且即使将来真的军事作战开始了 他认知作战还是会继续进行 那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 打台湾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不然中共也不会喊了75年 还没有打过来嘛 那打台湾不如骗台湾 骗台湾就是要用认知作战 洗脑台湾人 让台湾人不战而降 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台湾自己投降 不战而降 那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的威胁有多大 现在情况有多严重 就如同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打台湾当然是成本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的不容易 那站在我们的敌对方的这个角度来想的话 那最好的方式当然是 台湾人本身失去了这个抵抗的意志 又或者是我只要用恐吓的方式 就可以把你逼到这个谈判桌上面来 签这个和平协议等等 所以他针对的这个内容包含就是他要去 试着孤立你 让你觉得说 全世界都不可信 只有中国是可以信任的伙伴 美国 日本 这些西方国家他们都是骗人的 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制造这些阴谋论 然后试着让你对这些国家没有信心 那同时同步的 像我们在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案例里面看到 俄罗斯也不是只有在乌克兰散布这些假讯息 也不是只有在俄罗斯 他在全世界40几个国家散布他的这些认知作战 那就是攻击这个乌克兰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降低 某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某些国家就觉得 那我要保持中立 这不关我的事 乌克兰好像也有问题 所以他要试图制造的就是这个 所以放到台湾的情境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可能在 比方菲律宾 日本 那中国可能也会去 针对这些地方去做一些认知作战 那来针对台湾 来攻击台湾 像我们在去年就看过 这个印度的事件 就是台湾要引进一度移工 然后在台湾 有人就抗议说 这些印度移工不要进来 那就讲了很多很歧视的话 那在台湾当然是没有造成 非常大的回响 可是在台湾的主流媒体 真的就是大肆报导之前 其实在印度反而在印度的媒体 跟在印度的推特上面 大爆发出来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认为它是针对 当地的那些民众 要让印度人觉得说 台湾人都是这样子 歧视我们 所以它的目的大概是这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 没有办法清楚的认识到说 有一些这种资讯 它可能不是自然的 或是它不是属于我们 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众多多元的意见的一部分 而是有人他刻意的花钱 然后在投资资源 而且甚至有战略目的的 在进行这些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需要大家多理解 也议论的意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